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现在情况又有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变化 就是美国白宫终于表态支持 我们不愿被中国的言论给吓到 也就是佩洛西访台这个事情 他们现在是表态支持 那么老兵要说一点 刚才就是在之前 在之前的那一集 有网友给我表达不满了 跟我说老兵 现在这个时候 怎么感觉你这一集 怎么说得有点畏手畏脚 怎么没有以往那种 就是说很猛的那种风格 什么说的畏手畏脚 老兵想说一点 不是我畏手畏脚 我那一集就是说 所谓的那个三方都得利的 那个是我以一个 第三者的一个视角在那里观察 因为在这之前有一个前提 在这之前 是解放军南海的 这个禁航 禁飞的这个军演 还没有出来这个报道 还有一个 就是台湾的两岸之间的 这个飞机 有没有到底有没有禁航 我还要等最终确认 还有一个是 我没有看到 后面才出来说 东站发布了命令 就是说 就是发布通告 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了 你明白我意思吗 因为现在的这个新闻的动态 特别快 一两个小时就是一个变化 所以说 有些节目我是提前做好的 我设定了时间来发送 但是在发送之后 可能新的新闻就出来了 局势又变化了 我得再观察一段时间 然后再做下一个节目 大家要明白 因为这个时候做节目的压力是很大的 同样的不仅是压力大 你要这么多七八万 五六万 六七万 七八万这么多人围观 叫你十万人的这样的观看 你压力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 现在的假消息 乱七八糟消息满天飞 你综合 我还要去做筛选的 我综合去筛掉很多消息 不仅是线上的消息 还有很多线下的消息 都汇总过来 明白吗 有些在福建 在哪边的网友 他们的很多蛛丝马迹 很多的实时动态的 这个传输 我都要来消化的 包括台湾那边最终 经过很核心的确认 说现在两岸的飞机 是已经停飞了 大陆这边要求台湾的飞机 就是说停飞 我们就是不跟你飞了 飞机不往来了 明白吧 但有的网友说 在网上 因为我自己也去看了 我说在网上 怎么还有飞机票的在销售 对吧 那这个就是 我的飞机票可以买 但是我买了 还是会被退票 网上还不想表现出一种 很紧张的一种态势 比如说台湾的飞机 购票网上面 大陆这边也是 飞机票还可以买 对 但是你买了 你可能没有这种确认 或者说会被退票 但它还是给挂在上面 不想让民众觉得一种恐慌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说 这个都是要通过信息的确认 你比如说 我来分辨这个一则消息 它机票还挂出来了 对吧 然后我说两边进行了 那这个就是会有出路的 大家明白吧 所以说你要再三确认 你的消息源可靠不可靠 所以这一点 所以希望各位网友能理解 所谓的那个三方在这里 那是我看到 没有看到东站的这个声明之前 我认为 怎么到现在 怎么还不发表这个声明 是不是我们有点会采取一些保守的一些姿态 那么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我得去分析 我个人的立场这么久了 难道网友还会对我有什么质疑吗 还会对我有什么怀疑吗 我这么久一直以来的立场 我的立场就是 我不管你有没有佩洛西 我们这边准备差不多 该干就干了 不是说美国给我送什么机会 我还要看美国的什么机会 我为了美国的一个什么领导人去赚 不是这样的 我的立场就是找准机会 什么时候干就干 就这么简单 即使这一次你没有这个实力干 你不干也无所谓 但是你得一定要 不是说美国 为了美国去赚 我们直接就干 那这一次 OK 我们已经实力到位了 对吧 在这里我们经过军改 我们的实力摆出来了 话也说得很满了 正式也摆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就必须得干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方案是做OK的 然后我们也看到东站发布了 那我OK 我就能够去发挥了 能够去讲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白宫的这个最新发言 包括还有朝鲜的发言 朝鲜也要意思 朝鲜半岛要联动 白宫终于表态支持 我们不愿意被中国的言论吓掉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预称可能访台之际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科比8月1日称 他访台不太寻常 但也不是很罕见 中国近期做出的威胁是没有理由的 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节目 New Day访问时称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不应该被那种言论或那些可能的行动吓到 科比补充说 对于议长来说 这是一次重要的行程 我们将尽我们所能支持他 他在受访时又称 中国的言论是没有理由的 中国没有理由采取任何行动 国会领导人前往台湾的情况不太常见 但也不是很罕见 这非常符合我们的政策 也符合我们根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支持 这可说是来自白宫的 迟来的支持 美国总统拜登 七二世到访马省一个前燃发电厂时发表讲话后 向记者称 我认为军方觉得佩洛西访台 对现在的来说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我不知道他的行程处于什么状态 另有一个点的巧合是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三世在推特发文 谦呼拜登支持佩洛西访台 他在推特发文称 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威胁说 如果佩洛西访台 他的专机会被击落 他称美国总统拜登一定会对他这个行程给予全面的支持 不要软弱 以及屈服于北京的战争贩子和独裁者 他说要支持乐爱自由的台湾民众 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胡锡进 29日在推特发文称 解放军有权击落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专机 胡锡进30日发现 推特的账号被封锁 因此决定删除有关贴文 他在之后一条推文中称 拜登政府向中共屈服会表现出非常危险的弱点 我们不会任何人的卫星国 这是两个主权国家 美国和台湾之间的事情 白宫此前表态 这个行李如意 克比29日也被问到有关佩洛西访台一事 他回应称 佩洛西出访不需要得到白宫批准 他又说美国没看到北京即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证据 克比说 美方没有看到任何与台湾有关实质而具体的不利现象 至于他可能访问台湾 导致紧张局势升温 他称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中国和美国没有理由打起来 他说 没有理由走到这一步 去打起来 去到增加有形的紧张 克比这番话 说在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于美东时间7月28日通话后 中国外交部发声明指 拜登在通话期间重申 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 习近平提及台湾问题实质 民意不可为 玩火者必自焚 所以说这样的声明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讲一些话 什么话 就是说 既然你美国 这个克比是白宫的 代表美国政府 代表美国白宫的 对吧 你代表美国白宫的官员 就代表美国政府 你这样讲这个话了 就代表说 你白宫现在已经是支持 这个佩洛西来访台了 那这样的话 就代表说 你拜登 也许你在跟习近平会谈当中时候 你答应习近平说 我确保他不来 或者你也没有明确讲 但是你现在的声明就是明确的 可能在推翻中美领导人 在会上达成的那种共识 或者说你的一种承诺 而表现出来 你要支持 你是很强硬的 你是在支持佩洛西去访问台湾 那么也就是说 是你美国政府的一个行为了 对吧 而且你也说 我们不会被解放军给吓到 不会被中国给吓到 对吧 那这个话出来以后 那就等于说 那你没有任何的余地了 所以说大家知道 分析这个时政 你得看很多的消息 不停地出来以后 再这样去分析 因为老兵是做 及时一个新闻分析的 所以说新闻的前后的顺序 它所代表的含义 跟事件的发展的指向 它是不同的 所以这一点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能够理解 那至于说 你说给美国军方 什么面子不面子 这个我说过 就国际关系很复杂的 俄罗斯跟西方已经这个样子了 我想请问断交没有 西方还用着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 美国还在买着俄罗斯的石油跟化肥 英国还在进口的俄罗斯的血鱼 那你说这算什么 这就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 你明白吧 尤其中美这样的体量 它的利益链条特别深 属于是嵌路式的 明白吧 所以说嵌路式的 所以说 美国军方 他之前表达出来的那种 不想跟中国爆发武装冲突 那到现在 只是说白宫 跟这个佩洛西表达出来 说要去访问台湾 白宫是支持他 但美国军方到目前为止 没有说 我们已经做好了 佩洛西如果飞机被打掉 我们将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他没有这个声明 而且他是诡异的 他宣布F35ABC 由于一些问题停飞 对不对 他是不是在表达一些 这些消息 他真正的含义是 北京的高层能够接收到 总参谋长能够接收到 你美军是什么意思 对吧 你美军如果说 你是在给我面子 让我把台湾给收了 你到时候可以有理由讲 因为飞机故障 我没有跟解放军打 没有F35我打不了 那我们的操作方式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里面都是有学问 有讲法的 你懂吧 这个东西不是说 今天美国是我们的敌人 美国是 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我要说的是 有很大的利益在这里面牵扯 你懂我意思吧 就像我跟你解释说 俄罗斯你看 现在跟美国有断交过吗 都这么糟糕的关系了 有断交吗 没有断交 为什么没有断交 就是我刚才讲的 中美之间有些东西 我们大家老百姓都不知道的 一些事情的发生 你懂吗 但说我不可能说 我跟你交易到说 这个佩洛西来这边 我一点反应都没有 对吧 那这个又关系到二十大 又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国运 因为现在佩洛西这么顶上来 这是美国拜登 作为一个老外交官 他的一个极限的一种 施压的一种方式 来试 就是说这个时候 就是逮小鬼游戏了 你到底敢不敢搞 到底敢不敢弄 就是这个时候来了 如果你一旦被美国看到 你不敢弄 那美国会便便加厉的 来玩这种霸戏 搞死你 如果说你让美国看到 你他妈敢弄敢干 那美国 他就是孙子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美国跟 博士顿DC 跟美国老百姓 是两码子事情 美国的白宫 跟美国的国会 跟美国的军方 又是两码子事情 美国国防部 跟美国参谈党联系会议 又是两码子事情 你要懂这个意义 你要懂啊 美国的军情系统 所谓的CIA跟FBI 全是两码子事情 你懂吗 各种各样的派系 各种各样的势力 交织在里面 我个人更加倾向于说 拜登也好 美国的佩洛西 搞这张台湾牌 既有看中国的意思 还有一个内部的 权力斗争的需要 不是说一个权力斗争 仅仅框在了 自己的一个国内 外部的很多事物 它也跟内斗 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这是 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 它不是非黑即白的 它有一个广阔的 往往黑跟白 就那么一点点 两极就那么一点点 全是中间的 勾兑的灰色地带 所以这一点 你要搞清楚以后 你就不会去 不理解我的中肯的一些 我站在第三视角 去分析的一些问题 我本能什么立场 我相信各位很清楚 不是我什么 说手说脚 是因为我没有看到 相关的新闻的资讯的出现 现在美国白宫 这样子去表达 那我们就更有理由 在这一次 佩洛西的玩火之旅当中 我们去展现 我们民族的 完全的斗争的精神 明白吗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 要来播报另外的事情了 什么事情 就是朝鲜的 这个最新的表态 朝鲜民族主义 人民共和国 国防向 李永吉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委员 兼国防部长 发去贺电 朝中设平朗8月1日电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军95周年之期 朝鲜民族主义 人民共和国 国防相 李永吉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委员 兼国防部长 魏凤和发去贺电 贺电对中国人民解放军 过去95年来 争取革命胜利 捍卫国家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 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建设现代化军队的 斗争中 取得良好成果 表示祝贺 贺电指出 在抗日抗美大战的烈火中 并肩坐在的 朝中两国军队 用枪杆子可靠的 保证的社会主义事业 并强调朝鲜人民军 为共同维护朝鲜半岛 和世界和平与稳定 将同中国人民解放军 密切战略战术 系统作战 另外 以朝鲜民族主义 人民共和国 国防部名义 祝贺花兰 被转交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防部 也就什么意思 什么叫战略战术 系统作战 啥意思 可能就是 金正刚之前讲的 他会兑现 啥意思 如果说解放军 在台海 打了台湾 佩洛西的飞机过来 或者把克特飞机干掉 或者打了台湾 对吧 就是说 内战延续了 统一战争 开始打了 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了 美军介入 那朝鲜将攻击驻海美军 北部战区就联动 就开始打 就把这个战争 给它扩大化了 全面的扩大化 一个东亚的 一个总决战 那么伊朗 可能会在中东 攻击中东的美军 俄罗斯 可能直接就是 向北约发动 这个总体的 这个进攻了 或者在乌克兰 加大力度 把乌克兰给 给这个吞掉 所以这种 都是 整个局势 不是说 眼睛紧 紧紧的台海 佩洛西的飞机上 整个世界范围内 我们都要去观察的 大家OK 好吧 那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军事的 这个动作 因为分析 之前分析都是 像报新闻一样的 分析这个意图 那么现在来看 一些军事上的 一些消息 那么军事的消息 是这样的 绿媒炒作 大陆美国与台军机 今日均现身台湾 西南空域 以及周边 据多家媒体报道 美国 佩洛西已抵达新加坡 那么 台湾西南空域 今日8月1日早 乐闹非凡 限制解放军 军机两度洗脑 接着美军机 及台空军 P-3C反显机 都陆续出现在 西南空域周边 报道还声称 佩洛西访问亚洲 先空中决例 报道指 根据广播及航纪记录 解放军军机 1月9日95分 两度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高度7000米 台空军在空警界 并广播距离 上午时段 美军P-8A反显机 1-8C指挥机 同时出现在 台西南空域周边 台空军P-3C反显机 也出现 整个区域气氛 相当诡异多变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美军的现在的 里根号航母 我们说它逃离 没有错 不是鸡血 它在南海 本来它是全速 要往台湾的南部台海 甚至从那个地方 直接进入到巴士海峡 来表达一种高姿态 但是它离开了南海 就是逃跑 就这么简单 你在南海 你没有优势 你不敢在这里待着 对吧 你不想打他妈的 越南战争战争的时候 你直接就开过来 包括说 九六台海危机的时候 南海这里有美军军舰 台湾东部有美军的航母 对吧 那你现在跑到哪里去 跑到了菲律宾 巴士海峡以东 离台湾有1000公里 那个位置 但那个位置是 解放军多次演练 轰6K的这个机队 跟歼16多次演练 打击你的这个地方 当然巴士海峡 也有解放军 大量的潜艇 在这个地方遵守着 那美国P-8A 跟台湾的 所谓的P-3C 要过来帮它 来造这个地方的潜艇 那解放军也出动 这个相应的战机 对吧 去干扰你的 所谓的反潜 那么同样的 另外一个消息 绿梅井丁 解放军四架 这个歼16战斗机 进入这个台湾 飞越台湾台海 所谓的中线 到达了台湾的 这个南部地区 那么已经过中线了 就无所谓了 就所谓的中线 就是说随随便便地进出了 这个就是 展现了一种攻击的 一种姿态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 7月31日 解放军05 解放军 052D和054A的安阳舰 跟南京舰 进入到这个 西太平洋地区活动 在那边去贴着 这个航空母舰 那么这两艘军舰的出动 包括多型军舰的出动 包括在南海 华丽的这个禁航区 包括在唐山那边 这个大规模的实战 军事演习 那么在我看来呢 解放军可能要为 接下来在台海周边 设立禁飞区 禁航区 做一个准备了 做一个准备 所以说你要看到 新闻来了以后 它的意图出来之后 马上要动态的这个分析了 那现在还有这个情况 就是目前美军的两条 两栖攻击舰 在这个日本的四国岛那边 还有一个在冲绳这边 航空母舰呢 它是开在了这个台湾的 不是台湾 就是说在菲律宾东部地区 这三艘在这里待着 在外海待着 我们的航母呢 没有开到这个位置 我们的航母 双航母是在南海这一边 那也就是说在南海的南侧 在南海的这个东北部这个地区 台湾的南侧这个地区 对台湾呢 将采取一些相应的一些 这个措施 比如说设立禁飞区 跟禁航区时候的拦截 那么很有可能 佩洛西呢 现在在我看来 有一点 就是8月4号 韩国已经证实了 佩洛西将访问韩国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最后一站才是日本 那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航线 是新加坡到韩国 当年有个台湾 那么南海目前 被我们这样子搞了以后呢 它肯定不会走南海 估计是 还是它这一次的这个路线 绕到菲律宾 从菲律宾南部那边走 绕到菲律宾 因为之前美国的战略 电侦机在那个地方活动 绕到那边 然后再往北走 可能是往关岛 往日本那个方向 往那个外海 关岛与台湾之间的那个区域 这样飞到去 从日本那边再飞到这个韩国去 是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说 后续 怎么样 我们再看 但是现在有一点很明确 美国白宫 已经是支持佩洛西访台了 就这么简单 接下来就看我们的 说什么都是空的 就看明天晚上 它来不来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 喜欢点赞订阅 谢谢 谢谢 谢谢